目前加拿大采取的是激进的移民政策 自2017年的百万移民计划起 移民进入的数量和速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和更多 而受更多工作机会的吸引 新移民中有接近一半的数量 选择在大多伦多地区及其周边安家 而与之配套的新建房屋的速度 却远远未能追上移民涌入的速度 缺口在年连扩大 所以根据房价长期看人口 中期看土地 短期看金融的原则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只要移民政策保持现在的水平 而新房供应又不明显加速的话 中长期不难预测 大多伦多的房价有持续上行的压力 贷款政策的松紧利率的高低 会导致房价的短期波动 但相对人口长期上涨的大趋势 这些举措对房价的抑制 更像是羊汤只背 影响既不会很深远 也不会很长期 故此 个人根据金融政策的变化 像技术性炒股般 想在房地产市场上 time the market 卡时间点低买高买 非常难达成 所以 如果是自住刚需 又有足够首付资金的话 买房的时间点 大原则应该是尽早 首付不足够的话 租也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安省的法律对足够也有全面的保护 而对于卖房 因为远期来说房价是持续攀升 所以如果卖房的唯一目的是赚取更多增值 那么持有时间越长越理想 但往往业主卖房是出于个人生活和家庭计划的变化 故此出售的时间点应根据个人计划和家庭计划来考虑 最后对于换房人士 两房之间的差距比单纯死守售价更重要 例如卖小买大的本质是买 这时死守最高卖价就需要等到市场最高点 即便能等到自己的小房多卖的价钱 一定不如下一套涨得多 因为涨幅同样的情况下 基数越大 增幅绝对值就越大 所以换房时认清交易的本质很重要 卖小买大是买 卖大买小是卖 所以小房换大房 反而应当选市场低迷10 而如果两房间价格差异不大 那市场火热与否对交易影响就很有限 卖高就会买高 反之亦然 贝族换房所需补的差价 比掐纸计算入室时间更重要